陈明通现在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恶劣 那么而且他也反复 那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如同刚讲的 他如果认为说其实林志坚是没有抄袭 那么显然陈明通的说法 他也没有办法说服台大学轮会 这是其一 那么另外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最开始的时候 陈明通对于郑煌和林志坚 他说没有谁抄谁的问题 这个是陈明通的说法 可是他现在为了保林志坚 为了保自己的官位 竟然说是于郑煌去抄林志坚的 所以也就是陈明通打脸陈明通 所以陈明通的说法到底哪一点才是对的呢 所以我才讲说陈明通满嘴谎话 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 所以他应该立刻下台来接受调查 因为于郑煌他有讲到说 是不是那个这个 这个党和公司联合公司来斗他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 国安局应该真的说清楚讲明白 有没有因为现在陈明通为了要抄林志坚 那么而动用了国家机器来整肃于郑煌 我觉得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接受 也不能够容忍国家机器为了林志坚为了陈明通 去整肃他下面的人 我也有看到那个影片 那么我觉得这个第一个 这是民进党的家务事 但第二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之前就说了 包含王世坚议员还有高家瑜 他们的说法他们的立场 事实上得到比较多的民众的一个支持 那么如果民进党他整个在检讨的过程中 那么还是充满了就是不愿意倾听人民的意见 那当然他没有真正的改革跟反省 如果是陈建仁来组阁的话 事实上就等同于蔡英文来组阁 那么陈建仁这个内阁一定会成为蔡英文的傀儡 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在这一次民进党败选之后 那么苏贞昌下台了 那么蔡英文是不是还是不愿意交出权力 拒绝跛脱脚 那所以这样的内阁真的没有办法令人期待 因为副隔魁现在就好像有卡位的情形 那是不是在显示说隔魁陈建仁太弱 那到时候您进了立院会怎么样提取这个内阁 我想先等他们整个的内阁人士确定 那么我刚才有讲陈建仁基本上 我会把它视之为蔡英文的傀儡 那么如果陈建仁未来 事事都是只是遵从蔡英文的旨意来办事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个内阁事实上 基本上只是一个拒绝颇角的内阁 那至于他的副隔魁 因为现在传出是郑文燦 好像要补足这个让 因为觉得陈建仁可能他比较温和 或者政治性格不强 那么我想就是到时候也要被检验 就是如果未来这个阻隔只是一个因应2024的选举的内阁 也就是民进党又沦路了一个是选票至上 民意摆两边 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不只是我 我相信所有在野党的立委都一定会强力监督 像当初是当这个要不要当这个苏贞昌的副手 像当初大家好像不太愿意 这有些人认为休息室 我觉得因为苏贞昌跟陈建仁两个个性 政治性格完全不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苏贞昌非常的强势 而且权力一把抓 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副手 副院长应该就是一个 直在旁边那个苏贞昌要给你做什么事 你才能做什么事的人 那但是陈建仁大概就不一样 所以会我觉得他们可能越越欲试 那么这个副格魁到时候呢 就会变成一个强势的副院长 这个是陈建仁跟苏贞昌 他们两个人明显的这种政治性格的不同 但是我相信就是陈建仁当了院长之后 那么蔡英文还是会非常强势的来拍板决定 很多的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些副院长现在虽然正在抢 看起来还是用抢位置抢资源的成分居多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